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飛俠 這一次還不是一個review來的 因為我剛剛才拿到BG-4000回來 未去打過, 因為還是腳傷了 我還是想休息多一天 不過anyway, 我純粹從這個 即是波的各方面的情況看來 我大概告訴你, 我覺得 現在見到BG-4000和BG-4000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BG-4500的質量 其實我覺得 我之前也拿過GG-7X去看過 我覺得那些邊是黏得沒有間時那麼漂亮 如果明顯, 我可以放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你看那些邊其實黏得不是很漂亮 其實今集, 尤其是這些位置 有很多古形精介位 黏得呢, 手工是真的一般的 這個BG-4000 這個BG-4000 情況就好像好些 邊位黏得好些 我不知道是個別球的問題 還是整個批次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自己 這麼多個籃球來說 我覺得這個邊位 算是黏得不漂亮的 會看回其他朋友的BG-4000 是否都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這只是一些 都不是很嚴峻的問題 因為你打一下都會開的 其實呢 主要來講的分別 我現在覺得 其實這個紋路呢 BG-4500 是幼身少少的 即是它的房皮面 這些房皮 是幼身少少的 那麼 BG-4000 這個紋路 就粗 很明顯 一移動向鏡頭 那些紋路是粗一點的 即是摸起來 和BG-4500 比較 這個是幼身一點 這個是粗身一點的 其實這個波的質感比較 其實兩個都幾 都幾Grippy 我就覺得 不是很大分別 即是Grip 上面 都是這樣的 可以很輕鬆的黏起來 即是兩個 其實Grip 就不是真的 很大分別 可能現在的表面還是有些紋路 在那裏 但是 既然我一直打MOTOR的經驗 告訴我 就算沒有一股紋路 我也是很輕鬆的 可以抓得起 所以 即是Grip 上面 即是整個 手感上面 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那這個 其實 它 BG-4000 今次好像 和上一集的 Difference 比較大 有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 BG-4000 它說 裡面加了海綿 它現在按下去 的確 是軟一點點的 這個面 即是今次BG-4000 的硬度 的Difference 是好像比上一集的 GG-7X 對比GF-7X 是多一點點的 即是我覺得今集的 這個BG-4000 感覺是硬一點的 而且我發覺今次 我有一個 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什麼 我覺得今次的MOTORN 這個BG-4000 要的氣 是多於上一次 那一批 即是那個 近時的GG-7X 和GF-7X 即是如果你想 它BG-4000 高度 對 我覺得是普遍 是BG-4000 比近時的 有時候 很多人 不是喜歡BG-4000 會不會這麼硬 但我覺得 現在來說 就是 它需要的Presure 可能 即是以前7磅 可能要7.5 的情況 但這個 我未真是 實際研究到 但我自己個人 感覺上 所以 它需要BG-4000 是多一點的 這個 再做 慢慢做測試 但 這個波咀 今次 做得不太美 你看這個位置 切得不太美 我檢查過 以前的GG-7X 真的沒有這些問題 那些波咀 都不是切得不太美 可能 今次 反而有心 買得多 就 做得弱了 這一方面 這個就是 有點古怪的地方 但其實 你問我今期 真的 手感上 的分別是什麼 現在 我剛才 在家裡 就拿兩個波 在家裡射波 沒有框射 射 姿勢射 先 這次 BG-4000 BG-4000 是順手 多一點的 順手多一點的 觸感上的感覺 射出來的感覺 在兩個都沒有什麼 怎麼開的情況下 BG-4000 質量 是明顯高一點的 這次 即是順滑程度 高一點的 但是 不代表BG-4000 不行的 BG-4000還是挺好手感的 還有我覺得 現在 這個硬身的 間時的 小小 我會相信 這個是耐打一點的 現在 暫時來說 真的耐打 那個間時的可能 這個 皮的硬身程度 好像更高 GF7X 所以 它應該是 真的 你要在 你真的 在街場磨爛隻 來說 這種皮面 應該捱得 而且它不會 令到你沒有 那種 那種 順滑的感覺 打的時候 其實皮的質量 不差 一點都不頑 只不過 現在是比上一代 硬身一點 但是 手感還是挺好的 例如我用右手 試試 站不站起來 因為我左手 左腰右手 站不起來 右手就站不起來了 但是 都可以 先 不行了 右手真的不行了 那麼它的皮面雖然是硬一點 但是 我又覺得 嗯 是也是一個 真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試了 即是一路在那裡試試 扮射波的感覺 即是用一個 觸感 都還是幾好的 但是我覺得 相信要開一開 才可以真的試到 這個究竟是怎樣 那麼 黏層方面 我相信這個一開機 自己沒有那麼黏層 這個立面都沒有BG4500那麼多 所以我想相信 大家打BG4500 它在街上一定黏層黏層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麼 你給回兩三個星期的時間 它才可以打走這些蠟 其實這個 都是現在 就是目前為止 我剛剛拿了波回來的印象 但是 之後的一路都要試試 那個波 究竟打下去 究竟拍波 各方面 就是那個 那個波膽的平衡度 是怎樣 因為 上次4500波膽 我會覺得是幾好的 4000這個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因為我檢查過Moltun 其實它每一個波膽 就算5000的波膽 它構造好像也有少許不同的 雖然4000 4500可能只是欠海綿 但是 其實雖然你 你戒開來看 你都是黑色的一塊 黑色的一塊而已 就是 它都只有黑色的波膽 裡面 那層面有幾個層面 這樣 但是你其實 手感的東西就是欠少許 欠少許 之後再慢慢看回 那 只是想跟大家來 就是一個first look 大家 心裡面有個準備 那 我現在說真的 如果你找到 GF7X的 便宜的 我相信 感覺上 都還可以買的 真心 因為 3004元的BG4000 VS一個 可能還是200多元 300 未到300元又找的 GF7X 我現在就這樣拿上手 我會買個舊的 不過 之後再跟大家做review 那 今天就到這裡 那 如果再有什麼update 就會 再拍片跟大家說 那 關於Motor 這兩個波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我的channel 按一分鐘的收關相關資訊 拜拜